10月21日 加拿大国际贸易促进会 为20多家大温地区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举行答谢及欢送会 在现场有本届参展以及连续5年参展的商家 杨书总领事以及加拿大三级政要都来到了现场参加本次活动 贸促会会长郑晓琳首先致辞 她说道 加拿大国际贸易促进会作为进博会的卑师及育空地区参展商辅助机构 很感激中国领事馆及卑师省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在此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的赞助商 孙健 那我们的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达到了今天的这么一个第5次进博会的重头戏的活动的场面 这个我们也经历了世界了 那我们相信我们还在继续举办 大家说是不是啊 中国朱恩总领事杨书表示 中加贸易在去年和今年的贸易意见大幅增加 她鼓励大家好好利用进博会 努力开发中国庞大市场 继续推进双方贸易及友谊发展 我们有种的希望今天与会的企业能够进一步利用进博会这个平台 促进双边贸易高质量的发展 并继续为挖掘双边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 做出积极的努力 以此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提供助力 加拿大树密院终身院士黄辰小平 卑诗省商业事务厅长周炯华 香港经贸代表处高级专员袁黄杰林 以及借出温室中心宽大会议场地的大城律师行的合伙人少微大律师 也前后致辞 祝愿进博会成功